一位买了20套房子的大哥说了三句话 让人不得不佩服 大家好我是佳哥 一位大哥曾经买了20套房子 他说他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总结出三句话 觉得很有道理 今天就来告诉大家 这条视频一定要点赞收藏 转发给你身边的人 首先第一句话 他说一家人都是需要一个男人来养的 如果这个男人有什么突发事件 谁会替他来照顾他的父母 他的媳妇 他的孩子呢 估计身边任何一个亲朋好友都做不到吧 那么只有房子才会无条件的 替他来养着他的家人 那第二句话呢 就是当别人看到我在买房子的时候 可能他们都会站在边上笑好我 但是如果我没有房子 家里有点什么突发情况 又有谁会愿意无条件的 借给你几万甚至几十万几百万呢 那第三就是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想一想 钱呢放在自己的手里 随着通货膨胀呢 绝对是会贬值的 对不对 而房子呢不会 假如说你有突发情况 可以把房子拿出来 直接变现 直接卖了 你们觉得大哥这样说有道理吗 你们觉得买房子真的是保值升值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下您的观点和看法